缺姐这么几天吧,一直没有更新 因为缺姐还在酝酿,还在观察这个世界 观察各种人,他的行为背后的历史和心理成因 你会发现,很多人,就是缺姐身边的很多人 其实都是有心理问题的 举个最近最近的例子,比如说昨天 昨天呢,这个老师呢,就是缺姐语言班上的 西班牙语言班上的一个老师叫Nulia 他把这个跟缺姐已经分手的 这个菲律宾的女同学Liam叫起来 让她承受她的历史,承受她的家庭 交代她的家庭 其实这老师呢,是有点这个八卦的 对缺姐对这个老师的这种 怎么,这个挖人隐私的这种行为 就是什么,就是借工,肥私 或者说这种以公谋私的这个心理呢 其实很清楚,你不就想挖人隐私吗 是,这老师很很搞笑的 之前还做了一个心理测试 让每个人画一棵树 他通过缺姐画的树 他判断缺姐的ego特别大 缺姐的这个缺姐也说了嘛 就是一个人的历史是藏不住的 一个人的这个品性是藏不住的 缺姐的ego确实很大 但没想到那这老师呢,通过这个 就是让你画一幅画,他来这个测试 来就是挖个隐私 这种行为缺姐很讨厌 但是呢,这老师看出来了 缺姐是这班里的ego最大的 这个班里内心最强悍的 缺姐一直是隐藏自己的 我从来不说自己的过去怎么怎么 说句实话,这班上比缺姐厉害的 比缺姐就学业和工作事业成功的 缺姐只承认鲍兰和这个老师 这老师是有这个西班牙专业的 西班牙语专业的这个博士头衔的 而鲍兰呢,他以前是在大叔里 当过教德语的老师的 就是你既然,缺姐认为这两个人 是比缺姐的过去的工作经验厉害 其他的人我都没放在眼里说句实话 但是我不会表现出来 我也不会吹嘘自己 只要吹嘘自己的 我都认为你在掩饰你自己 你想证明 你想这个把自己搞得很大 让别人相信 就是你有这么厉害 其实就说明你没这么厉害 你很自卑 你本人就是个屁都不顺 你在现实生活中很可能不行 但是你在吹自己 缺姐一眼就看得出 比如说这个昨天的 就是又新来一个菲律宾的 长特别丑的 跟他们一看 一看就知道是东南亚的 一个丑屌丝 菲律宾的 他来管着缺姐 让缺姐不要和香港的这个 Kate说这个中文 缺姐又用中文骂他 他说这个傻逼 我说别听这个 听这个傻逼 瞎几个逼逼呢 缺姐就骂他 他知道缺姐没听他的话 这个最难的 他又要这个 借给缺姐原珠笔 原子笔来用一下 缺姐理都不理他 装听不懂 然后从自己身后的口袋里 抽出自己 这周末 从到那个另外的海岛上去玩 就买着纪念品的那圆珠笔 带着这个 这个 这个海岛的这个地图的 他妈 用你的笔 缺姐表现就是很傲慢 就是我认为你不如我的 你就不要管我 你比我牛逼的 我听你的 我服你 你不 没我牛逼 你就配不上管我 这缺姐的 安提这人格 就是不服管 就是桀骜不炫 就是看不起人 就是你比我厉害 我真不服你 你管我 我都会公顺 但是你不如我 他妈 你这想爬到我头上 你就 你就等着吧 哈哈 你说这个男的 这个男的 这个菲律宾 这个男的 他也吹嘘自己 什么过去 怎么怎么着 这个男的经历 在这个 就是自我介绍 老师的这个交代 每次的课堂的 就是要下课的时候 身后 确解身后 那乌克兰的那个 这班长就不信了 是难民 这个男的是有点 娘们 就是这种 妇女主任 娘们枪 这些八卦 爱管事 娘们唧唧的 但是呢 他的这个判断是准的 他认为这男的 他还问这男的 还挑衅这个男的 乌克兰的 叫什么 安德雷 安德雷就挑衅 叫什么 Fernando 挑衅他 就问他 刁钻的问题 你看他回答的 就狗屁 不是他就在掩饰 他就在吹嘘自己 这种东西 你是骗不了人的 你每个人的历史 你都藏不住 确解一直 本来跟Liam说 我说每个人的历史 是藏不住的 他不亲 他是觉得自己 能藏得住 包括昨天 老师让这个Liam 做这个 Presination 这Liam呢 又是说的狗屁 不是狗屎都不容易 因为几乎没有人 能听得懂 也没有人能听得见 他在说什么 他每一个单词 他头一个音节 第一个音节 他发出来了 第二个音节 他发不出来 然后只有末尾的音节 他又发出来了 你都不知道 他这个单词 这个就是如果是有 三个音节走成单词 三个以上的音节走成单词 你不知道 他这单词在说什么 至少外国人 是听不懂的 除了老师 这种母语者 能帮他猜 其他人 谁他妈能听你 谁愿意 费脑子去听你说话 为什么确定要抛弃他 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和你做搭档 你对我来说 学习不仅没有帮助 只有妨碍 而且呢 你的认知 你又没有跟我站在一起 他妈比你还要装胜母 我为什么要跟你做朋友 跟你做朋友 他妈对我一点好处 没有害处 没好处 为什么要跟你这个傻逼 做朋友 我嫌你蠢 确实就说 我就看不上你的傻逼 你这个傻逼 你这个虚伪的傻逼 上母表 确实就这么说 但是呢 确实不后悔 跟他分手 真不后悔 因为你对我没好处 尽管说呢 我继续跟你好 外人是看不出来 但是呢 我跟你好 对我的学习 是有妨碍的 现在呢 顶多上大家都不喜欢我 都觉得我在欺负 利亚姆 但是 慢慢的大家就会知道 我为什么要抛弃他 因为他确实对我学习语 没有 只有妨碍 只有害处 没有帮助 他的习语 全是在影响你在学习语 在耽误你学习语 我为什么要跟你好 他们要跟你好 你要不你就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是吧 我跟你完全没有实际利益 只有学习价值 我连学习价值不能给我提供 那你就给我提供 最起码的情绪支持 他没有 他的理解全是错误的 他对缺解的这个想法 理解全是错误的 他连别人的心理都不懂 他让别人全是心里不舒服的 而且他还是无意识的让你心里 蠢人 蠢而不自知的傻逼 这种的早 缺解早就看不上他了 又怒热又怂还自私 他特别自私 所以说缺解还自以为是 还有点自 还非常自恋 还活在自己小世界 对不对 就我活在自己的小世界 他们的小世界有什么呀 连话都说不中 你就听他这么一表达 就知道他的过去非常不堪 过去非常的糟糕 绝对不是他自己吹嘘的 什么他妈妈也很 他爸爸也很 什么叫 很有善 对他很宽松 一看这家庭家境就很差 他脖子上还有刀疤 有一道十厘米长的刀疤 也不是烫疤 还是刀疤 反正就很恐怖的 像是蚯蚓一样的 到底怎么来的 确认没问过 因为我不想了解你 这种不堪的过去 这种挖你 这种接你伤疤的事 作为朋友我不会做 我知道你这有不堪的过去 你看他说话那种 就你怯懦的 像蚊子哼哼似的 说话 就是这种 就这种含糊不清 完全没法人家 这种表达习惯 说明你过去是有问题的 然后你解决不了你的过去 你没有干掉你的过去 你看缺席 有多么苦难的过去 那这种苦难可以说 庆竹难输 有多么的恶意 多么深重的恶意 一个缺解跟妈死早 缺解的这种不负责任的 这种死爹 取了田方下屌子的 他完全就把你当成仇敌 眼中钉肉中刺 眼中钉肉中刺的 这种恶意 恶意满满的这种生存环境 你说缺解有带着这种 过去我怯懦吗 害怕没有 我从过去苦难中 我开出一朵倔强的花 而且是一个铁石花 缺解是砸不烂 垂不扁的 缺解是非常顽强 非常明顽不灵的 非常强悍的一个人 这么一个人 我才能够摆脱过去 我才能活出自己来 你看他们有摆脱过去 没有 他们还活在过去的阴影里 还在被过去的阴影所控制 你看缺解老公也是 缺解不是一天两天 对他的发现 只要是出门 他就充满了莫名的恐慌 莫名的极大的精神压力 只要是出门不在家里 他有一种 惶惶不可终日 草木皆兵 惊弓之鸟 风声鹤唳 你看他的那种紧张 他还要管事 我说你 我说你既然在外面 就没有脑子的人 他妈你就在外面 就你听我的就行了 你把嘴巴闭上 却一直跟他说 我说你就把嘴巴闭上 你就跟着我走就行了 你不要烦我 不要惨弱我了 让我静一静 他不 他飞啊 还要管事 昨天呢 就我们从这个晚上 半夜的时候 从Lassarode 到我们这个海岛上 已经是半夜11点了 然后在机场上 想这个找这个公交车 找大巴 得上一层楼 我们是在地下 我们必须得到楼上去 缺解的老公呢 一看地铁 这个不是地铁 这个飞机场的这个 这个叫 这叫什么升降机 电梯 这个电梯呢 里边满人了 他又要像 没头舱一样 掉头就跑 他要找其他的 这个上楼的入口 我说你这就是电梯 他你他妈就等就行了 等到他们把 这帮傻逼送走了 这些电梯还会降落 还会把我们载上就行了 我不跟这帮人一起走 就行了 他不 他非常 你看他的思考方式 他永远都做这种无用功 这种多余的无用功 浪费时间体力精力 他永远都做这种事 没头舱一样 到处乱造 确实就看不上他 他肯定是跟他过去有关系 他没有解决好他的过去 他没有跟着他的过去 然后已经被去也笑话一下了 然后等到这个公交车来了 他都不看这个车头上 写着这个方向 是往这个城市里开的 他就非要说 是要往这个台岛的南部开的 他充满了恐慌 恐惧的 我说你没看着吗 他就写着拉斯巴尔马斯 他没写着马斯巴罗马斯 他非要争扎亚数量 这个车就开向拉斯巴罗马斯 人家都在排队 都在往前挤 他非要往后刷 往后退 如果他一直往后退 这一车人都装满了 那就没我们的位置了 我就没听他的 然后我就说 我说我们去哪哪哪 就是往这个拉斯巴尔马斯 往这个城市里开的 北部城市开的 他终于停歇了 到车里 他还闷闷不乐 我就笑他 我说你没看到车头 写着拉斯巴尔马斯吗 是往后马斯巴尔马斯吗 我说你这眼睛是瞎的吗 他不 他还在这生气呢 他就恐慌 他不会看 只要一恐慌的时候 他就慌了 车头写到他就不相信了 他不会分析信息了 他也不收集信息了 他就被他的想象 恐慌 吓倒了 击倒了 你看确计老公 就专门干这种事 确计笑话他 笑了他一下 他又 有孩子信上来了 我说我们到这个 快到家的时候 快到我们的站长的时候 我们必须得提前 按这个零 按这个就是 零他又找不到 我说你看就写着 那黄色的这个按钮 写着呢 stop 我说这就是按这个零 然后要那个什么 他胳膊长 比确计高吗 他胳膊长吗 我说你就把这零按一下 他不按 确计没办法 只能站起来 把这零按了一下 他说那我要按错了 怎么办 我说你再不按 我们就是又要在下一站 两公里开外 又要走回来了 然后他还挺不高兴 哎呀你怎么 天天就处处显着我喘 确计跟他说了 我说你要是没脑子 脑子不好使 你就把嘴巴闭上 你就听我的 跟着我走就行了 你不要骚扰 不要烦我 让我静一静 我就想一个人静静的 让我自己来思考 判断 我还要观察 我还要搜集信息 我还要调整自己的步伐 他妈妈拿有块 跟你逼逼啊 跟你这掰吃啊 我没口给你在路上掰头 他不断地干这种事 只要出门 他就干这种事 缺缺的老公 他一定是有非常不堪的 就是他父母打压他 给他带来的一些压力 他一直没解决到 没有干掉他的过去 你看他一到出门的时候 就像个白痴一样 他处处都这样 缺缺都不是 包括我们这次出门 出门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去海岛 我们又要夜里坐大巴车 四五点钟的时候 大约五点钟 他非常缺解 他连信息他都不堪 我们这站点 从始发站到我们这站点 最起码有半个小时的 这个间隔时间 他不算 大早上 我们提前一个小时 到了那个站了 车站了 车站的那个清洁工人 正在刷地 拿着高压水晶 哗哗的刷地 然后就又没地儿站 又没地儿坐 高压这个清洁工人 不断地在去到我们 让我们一会儿到这儿 一会儿到那儿的 那确切 然后呢 来了一辆就是慢车 他认为的慢车 非要不上 我说 我说这慢车 我们先上了 我们已去在这儿等 不如在车里坐着等 我说至少要有个座 是吧 他就在嘛 而且呢 大半夜的 这么早 这个大巴车 不会每站必停的 只要有人下 他才会停 或者有人上才会停 我说就这个夜里 我说谁在班图上 上和下呢 他不停 他非要按图索记 非要客州求见 他就让我们俩 在寒风中 然后 哗哗的水墙 旁边的清洁工人 不断地在骚扰着我们 那你说我火大不大 我会不会骂他 我当然骂他 没事 我就骂他骂了一路 骂他整整骂了 一直到车来为止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给我带来损失了 因为你的决策失误 因为你的信息搜集不准确 给我带来失误 你没解决好你的这种 粗心大爷和你的这种 性格问题 思考 思考障碍 你给我带来障碍 给我带来害处 那我当然要把力气 发在你身上 因为我一再重容你 没有用 我确切跟他生活了 足足差不多二十年了 我跟你生活二十年 我想我受了多少气 受了多少委屈 都是因为你的愚蠢造成 你的怯懦 你的愚蠢 你的这种不动脑子 你的心 你的认知上 你的思考模式造成 我为什么要一直忍着你 所以我一定要骂你 骂我个爽 所以说 确切老公就听着 他还生气了 行了 够了 够了 他还要掉头就走 我以为他是不是 这个旅程就毁掉了 就回家了 他还没有 他还跑到远一点的地方站着 然后就问他 缓和一点 我们的气消了一点 确切问他 我说你是不是要回去了 他说 那没有 他也舍不得这个旅程就泡汤了 我们都花了钱了吗 你看他没解决掉他的过去 你切切这期的这个话题 想说什么呢 就是你 必须得解决掉你的过去 你才能够 活出你自己的样子来 否则你一直在活在过去里 你看啊 这个 确切的这个 你看还有个女同学 是这个图克曼斯坦出生的 他爸呢是俄罗斯人 他妈呢是俄罗斯的犹太人 他长得呢 其实又像东方人 又像西方人 从龙过来看呢 确切以为他是亚洲人 以为他韩国人 但是呢 从这个眼睛啊 颜色什么的 皮肤颜色 他又是个白人 而且他有白人的这种容易衰老的这种 这种特征 他比缺姐小了六岁 但他看起来跟缺姐像是两代人 他比缺姐多小了 所以他就特别的羡慕缺姐 为什么缺姐 现在不又健身了吗 我又回春了 刚认识缺姐的那个贵着老项 如果说你还在听缺姐的广播 缺姐没吹牛 前段日子确实又老又胖 但是缺姐现在又回春了 这就是基因的顽强啊 只要我努力了 只要我没放弃自己 只要我重新又振作了 我又可以恢复青春的样子了 缺姐一看呢 确实跟以前七七八八差不多了 像缺姐四十岁 缺姐四十岁的样子 像二十几岁的样子 真的 真是没下说 缺姐现在的样子像三十几岁 所以呢 这个缺姐呢 在白人那里看起来呢 看不出缺姐的年龄 白人一猜呢 就猜缺姐现在是三十二岁 其实缺姐是五十岁 整整五十岁 所以呢 这个瓦利利亚 就是这个 一半犹太 一半俄罗斯的这个 这你的同学 他就特别的羡慕缺姐 为什么会这样 你看他羡慕的这个方式是 他非要跟你这主动的 说他也很好 这也好 那也好 你看看他 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 这种性格 心理轨迹和性格特征的 他呢 是 他知道缺姐的 这个班上新来的这个 也会说德语的 从在德国生活 度过了整个少年时期 从少年到青年时期的这么一个 匈牙利的这么一个 帅小 我真的帅 不过是脸蛋身高啊 身材啊 皮肤啊 声音呢 无可挑剔 做演员都无可挑剔 但是这个 这个男 这小伙子 不知道他自己的优势在哪 他还要搞音乐 一看这是搞不出来的 缺姐 叫我赏你呀 天天在 在这个班上 谈了他跟音乐的痴 你跟音乐的缘分 搞音乐 想你 你就凭你这种毫无特色的人 你声音再好听 你应该去干嘛去做演员 而不是去搞音乐 因为流行乐是不需要 你没特色 你知道吧 你搞流行乐你是搞不出来的 你除非你搞歌剧是吧 歌剧你又没学过 你又不是从小练的 歌剧的上枪有个音不一样 所以这个男孩 这个小伙子 他不知道自己优势在哪 因为他孩子年轻 因为他年轻 他还沉浸在 他这种白种优越男人 有很强烈的性别优越感和 种族优越感 看到缺姐这种 会说两句德语 一下他就心动了 一下子就小鹿乱撞了 他就幻想就是 白男和亚洲女的 他看多了这歌剧 想什么蝴蝶夫人呢 什么茶花女啊 什么这种 他肯定是看多了这种东西 要不就什么西贡小姐呀 不都是讲这种什么亚洲女 对白男的眷恋吗 这种爱情故事 显得这白男多么的 有优越感 这就你看看 都是亚洲女人 对白种男人的痴情 你看他 他是受这种教育 这种浪漫教育 他就想跟缺姐来一段浪漫的 这种露水情缘 你看缺姐一看他手机 还是德国的手机 他妈你就不是在这常住的 你跟我就没有未来 你只是想来一次艳遇而已 缺姐就设想 如果是缺姐还单身的 还是未婚的真是30岁出头 这小伙子大约是25岁到27岁之间 这个小伙子 那缺姐没问 为什么不问 因为我不想和你有任何的私人关系 你什么私人信息我都不问 缺姐就没问过这小伙子 任何 只问了一下 我说你在德国 你的姓氏 你的姓氏跟德国人姓氏不一样 他说了 他就交代了 他瞒不住 你看一个人的历史是藏不住的 你不用骗 然后就问他在德国待了多久 就问他这么一个问题 两个问题 其他问题什么都不问 他总想对缺姐有所了解 缺姐对他没兴趣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缺姐发现了 他对缺姐是有性欲的 性欲就是占有欲和控制欲 和征服欲 这种东西我他妈私人跟你接着联系 那我就是意味着我就是一个大富 我就是搞破鞋的破鞋了 我跟你搞爱我都觉得是 是一种非常有罪恶 包括瓦莉莉 这个 他看着呢 他其实是内心是有点喜欢这小伙子 但是呢 他从理智他的年龄告诉他 他不能跟这个小伙子有露水情缘 因为他得不到 但是他的这个方向 主公方向还是错了 你要主公有钱老男人的话 你在有钱老男人的眼里 是不具备 结婚或繁殖的价值的 只具备露水情缘 因为他的性格 对着瓦莉莉莉莉是非常坦率 有点可爱 对男人还有幻想 对男人还充满了这种 不切实际的幻想 包括他搬上来了一个 就是土耳其裔的 讲德语的 说在德国长大的 这么一个离婚又失业的男人 他都跑去去跟调情下 瓦莉莉莉去跟这个 这个这个叫 去调情下 他还对他有这种同情 你看我 我跟另外一个俄罗斯裔的 那个那个 瓦莉莎 瓦莉莎 我们就对他就没同情 我们这种有经验的人 他妈你在德国 他们离婚 你肯定是有问题呀 你这个男人 就得烂成什么呀 什么傻逼呀 你才让这个女人会抛弃你呀 一个女人能抛弃 抛弃就是说 抛弃自己的婚姻 那肯定这男人有极大的问题 性格的问题 确定发现 这个男的他很倔 就是这个萨伊姆 土耳其 他很倔 而且呢 是不听劝的 就自己还自以为是 还自恋 这个人 自恋 有点自以为是 又没有什么赚钱的本事 长得又不好看 长得又就 他妈丑 还自我感觉 还挺良好的 还有一种优越感 你没资本上 你有优越感 是非常傻逼的行为 所以说呢 我和瓦尼萨 都看不上这个萨伊姆 只有瓦尼萨 这个瓦尼萨 她没结婚 44岁 还单身 还未婚的 她不断地在找 找恋爱的 找恋爱的关系 她没找什么方向 其实她这个方向 如果说你想生孩子 你觉得自己孤独 你自己还有经济能力的话 你就借个种 有一段露水情缘 你要不呢 你就奔着这个男人 老男人呢 有点钱 能够支付这个孩子的生活费 同时 精子质量别太差 就长相别太差 你跟这个男人 就是约个泡 你搞定一个孩子 然后这个男人 他也得付钱 按照欧洲的法律 欧盟的法律 必须得付钱 付生活费 只要证明这孩子 是这个男人的种 就行了 要不呢 你就跟这个男人 完全断绝关系 就直奔着年轻漂亮 你又要精神低爽 就是做爱爽 同时呢 你又不需要这个男的钱 这是你要走的路 就是你 他还认为自己 还是年轻的那种 漂亮轻浮的 很有魅力的 就是这种slumper 就是这种荡妇型的 这种性感女人 还在玩着什么 又要钱 要找这种勾引 有钱老男人的这种 绝境女孩的这个路线 你不是不具备 绝境女孩的这个资本了 就你看老男人呢 他要不就想玩年轻女孩 愿意给年轻女孩付钱 给你付的钱也非常有限 你现在需要 跟你的需求也不一样 给你那点钱都不足以 塞你牙缝 你不如 就是如果你寂寞 你确实还发现 他很寂寞 他很需要人 他 他言谈话 他说我跟邻居住在一块 说邻居 就我这么一个单身女人 万一我有时候 还需要邻居帮帮忙忙什么的 你看 确姐我也是独居 跟老公现在分居 但我并不希望这些男邻居来帮我的忙 我是很怕男邻居来帮缺姐的忙的 因为我怕这些男邻居对缺姐有企图 因为他们对亚洲女人充满了性幻想 这是缺姐到出了德国之后才发现 因为我在德国是没发现这个东西 因为德国男人对缺姐是没有性欲的 他恨你这个种族 他仇外 他这个种族歧视 他怎么会对你有性欲呢 他恨不到 他让你赶紧滚开 他对你没有任何性 他只有恨意 只有呢 出了德国 去这个环境 才发现 结合中的男人对缺姐有性欲 其实缺姐非常惊讶 而且缺姐现在的就是这种年龄 就是能骗到别人 包括中国人都不信 中国人 包括香港的新来的 这叫Kate 她都不信 那缺姐把自己的居留款 给你看看我有出生日期 是吧 我这骗你吗 我这想证明什么呢 人都愿意 老女人都愿意把自己说年轻点 装装嫩 你说我要非要说年轻女人 把自己说老十几二十岁 我这想装什么 也想装嫩是吧 对吧 要不就是想掩盖自己 老公长得老 确实老公比确实大了十岁 整整十岁 确实一点都没享受 大了十岁两个月又三天 那这就确实想拉近跟自己这个 长得像老头的这个老公的这个年龄感 也要把自己说老点 也没有 就石求水 对吧 但是这个东西让别人一看 让外人一看 就是认为一个年轻亚洲女 嫁了一个老头 这不是一次两次遭遇到白女的这种嘲笑了 在路上走着 在沙滩上走着 在海边走着 看到不止一次两次 白女人对缺姐和老公投来一样的目光 眼睛里脑子里就想到 啊这个年轻亚洲女 嫁了一个老白男 嫁了一个老白老头 你看看 他就觉得你 贪财 你败金 你不要逼爽 他妈 你这个 这个老头这么老 他怎么跟你做爱呢 你看他们脑子里就想到这个东西 说句实话 这个性这个东西 对缺姐来说 远远没有说这个人 跟我在一起带着舒服 让我做自己 最重要 我不在乎性这个东西 真的不在乎 因为缺姐作为一个 没有亲爹保护的一个女孩 小的时候又长得比较出众的女孩 有太多 色情的目光投降缺姐 有太多的男人打缺姐的主意 这是缺姐 说实话 缺姐从小就感觉 男人对女人是有性掠夺的 这个企图的 所以说缺姐不能接受 就是这个 这个凯斯蒂啊 这个帅小伙 对缺姐的这种幻想 性幻想 你看到他 你看他的过去就是 我看了多了 亚洲女人和白男人的 所谓的爱情浪漫 我也想体验一把 这种浪漫和刺激 包括有一天 缺姐在其他视频说过 就前几天 缺姐就进校门口 他突然这个小伙子 他把这个手 按在缺姐肩膀上 狠狠地抓了一把 然后他是 这个目的有两个 一个呢 他想看你是不是会说 真的会说德语 因为缺姐说 我不会说 我就会说一点 我不怎么会说德语 他不信 因为你的口音 你的反应 你的思考 你脑子里的思考逻具 是藏不住的 你的本能 是藏不住的 你本能想说德语 包括你的口音 你说细语的口音 都藏不住 他就判断你 肯定是说德语 说了很久的 他就非要判断 因为其他的那两个 Vanissa和那个 Vanissa 他又不好意思 跟人家去打听缺姐 因为一打听缺姐 那两个女的就知道 她居然不喜欢 欧洲白皮女 她喜欢亚洲女 那这两个白皮女 就会笑话她 她肯定没打听 这两个白皮女的 知道缺姐的底下 知道缺姐是已婚女人 嫁了一个德国老公 也知道缺姐老公不在 就是经常不在 偶尔是度假过来的 所以呢 他们也不会出外缺姐 缺姐告诉 就是缺姐明显的 给他们的信息 就是我不硬让班上 其他人知道 我的私人信息 只是因为你们俩懂德语 你们俩是从德国来的 我不能再瞒着你们俩了 因为我的德语是藏不住的 我再藏 你看这个 这个瓦莉莉 她是很聪明的一个女人 她说你的德语说正旁 你怎么可能是自学的呢 她一直在反复的盼 这个观察 在盼盼你 你他妈你撒谎 你是个骗子 那缺姐一看她这么真诚 是吧 就只能跟她说实话 最后只能交底了 说我老公是德国的 这就能解释 为什么我德语会这么好 否则律师解释不了的 如果你是 哪怕你就上过大学的 你在德国上过大学的 但是你是从生活中 接触德国人的那种德语 又不一样 思考逻辑又不一样 他们肯定也接触过 在德国留学的 这种中国留学生 他们说出来的 一个学姐说出来的生活化的 而且有思考逻辑的又不一样 他们是从书本上学的 而且德语还不一定说的 有学姐这么好 这么自然 这么自如 有这样的 这么完整的思考逻辑在里边 他们肯定是接触过 所以他们就知道 你德语肯定不是自学的 所以说学姐只能跟他们交代 说实话 然后他们 但是又不会出卖学姐 给这个小伙子 他们也看得出 尤其是瓦莉莉亚 亲眼看得到这小伙子 对缺姐的这种 跃跃欲试的 春情荡漾的 这是好像发情的小公狗一样的 这种躁动 但是瓦莉莉亚呢 她也很佩服缺姐 很有定力 把这小公狗呢 很强妙的方式 驱逐了 小公狗还很受伤 所以说呢 她捏缺板 捏缺板 这个 这个 克里斯蒂安 她捏缺 缺姐这个肩膀的意思 就看你的本能反应 你被惊吓的时候 你说的是什么 缺姐结果果不其然 说了德语 她就判断了 其次呢 她还有对缺姐有这种 征服欲和占有欲 她捏缺姐肩膀的时候 缺姐看到了她的脸 她的脸上充满了情欲 充满了这种 我要占有你 我要拥有你 你属于我 她有这种 要入侵 缺姐的这种 这种欲望 缺姐看到 我觉得可怕 这种可怕 让缺姐 就有点心烦意乱 就前几天 上个礼拜 我是有点心烦意乱的 然后心烦意乱之下呢 缺姐呢 下课的时候呢 放学的时候呢 就到了另外一个 楼层的厕所 我没看是男厕所 女厕所 我都没看这男厕所里 有小便器 我因为我心烦 因为这个男生 这个可理思念 他总在看着 整在瞟着 心里总在想着 缺姐 他说着话 他都心里在 说给缺姐听 你说缺姐能不难受吗 能不烦吗 上着课 他借着课堂的 这个内容 你看男人 他就有这种 性别优势 他可以毫无 似无记忆 学习他的情欲 什么 我最喜欢 跳舞的时候 跟那个闻着女伴 身上飘出来的香味 你看这些男人 他们都不在乎 学习他们的情欲 你看女人会这么 公开宣泄自己的情欲吗 不会的 而且他还故意的 就跟 他寻找着说德语的 这个可理思念 寻找班上说德语的 马尼莎和这个 这个瓦莉莉亚 然后呢 瓦莉莉亚就夸他 说你德语很好 他还学着缺姐的口气 说我只懂一点 他要说给缺姐 赌气吗 小孩吗 缺久看他就笑吗 这么可笑 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告诉我 这可理思念 缺姐到底有多大 我缺久不愿意跟他 暴露我自己的私人信息 因为你一暴露 这些接下来的东西 就是后续会更多 我必须得让他知道 就是我必须得把缺姐能做到 必须得把他慢慢的 把他引向 就是我们是 就是普通同学的关系 没有其他更多的暧昧 就是你慢慢把你的情欲冷却下来 你像火山爆发一样的 熔江 这个熔岩 你慢慢的冷却起来 固定下来 你不要对我发现 发生你的情欲了 已经够了 我这么一个已婚 更年期妇女已经够了 我也不会跟你发生任何的 一种不道德的关系 当然缺姐呢 也不想跟他就是搞得太僵 是吧 也要收回一点 但是那两天书 心烦意乱之下 走错了厕所 可巧不巧 他也 这个克里斯蒂安和另外一个男的 下了课 他也没在自己的楼层 在我们的楼层上厕所 也跑到下一层楼层上厕所 缺姐并不知道这是男的楼层 缺姐在里边 里边的里家 这个有马桶的 插着门的时候 突然听到 门外传来了一男 两个男的声音 其中有一个是 克里斯蒂安声音 克里斯蒂安 他的声音是非常好听的 缺姐认得他的声音 另外一个男的缺姐不认得 那你说缺姐恐慌不恐慌 震惊不震惊 我竟然跑到了男的 我竟然错开一个楼层了 因为这个克里斯蒂安 他一直是在半路上 就是不知道是有意的 还是无意的 他一直是碰到缺姐的 缺姐其实不会引起他的关注 我一直想淡化他对缺姐的关注 他上课他也总瞟着缺姐 他话里话外 他也要说给缺姐听 他故意还要什么 故意跟他身边的 女同学攀谈热乎 显着还要引起让缺姐吃醋 我都觉得你这种把戏非常可笑 但缺姐一直想淡化他 对缺姐的这种关注 然后缺姐但是有点脑子有点乱 就没看这是男厕所 走错了 结果克里斯蒂安还跑进了男厕所 缺姐就想 哎呦他妈 我这像不像了一个精神病 像不像个变态色情狂 就没人发现我的情况 想赶紧留我 听到这门外没声音了 缺姐判断了 好一会儿门外是没声音的 这两个男的走了 缺姐想到的念头就是 我赶紧溜 没有人看到我 谁都不要看到我从男厕所出来 否则别人会有什么样的联想 是吧 要不呢就觉得你是个偷窥 男厕的色情狂 要不你就和什么男的在厕所里 男厕所里干了些什么 缺姐就赶紧溜 结果就正好撞见 开着门正好撞见 克里斯蒂安 这个小便器正好对着 这个门 这个门一开就撞见 这可是 当然没看到克里斯蒂安的隐私部位 因为有小便器挡的 克里斯蒂安站在那小便 你说你说 你说确姐 哎呦天哪 简直是恨地无缝 就只能用德语大声的恐吓他 因为我也感到恐慌了 只能恐慌了 只能恐吓他 我说 这个没关系 我说你什么都不要想 我说我什么都没 我什么都不看 就是我也很害怕 确姐只能恐吓他 然后确姐就跑了 克里斯蒂安 内心充满了震撼 她都不敢动了 你看她正在小便的时候 你看突然 她心心念念的 这么一个中国女 从她男厕所跑出来 她内心 她对确姐的关注就更大 我确姐就想完了完了完了 就是想淡化 她对我的关注 她妈的 这还加深了 她对我的关注 这就完了完了 然后呢 她又跟这个班上的 就是瓦尼莎 跟瓦莉莉亚 又好了 确姐你看 也怕是什么呢 因为确姐知道 说难追女 或难对女人有情欲 本质不是她喜欢你 而是你是她欲望的载体 你是满足她各种欲望的 什么浪漫幻想 什么这种歧视精神 什么白皮 白男 占有黄皮女的 这么一个性幻想的 这么一个载体 她爱的不是你本人 是你背后的异国情调 所代表的异国情调 确姐很清楚 如果说呢 她呢 排斥确姐 她把确姐排除 说德语这圈子里 那确姐是被孤立的 我必须得把她拉回来 所以确姐呢 就故意的跟她搭搭话 她一进来 我如果说越跟她保持距离 她对确姐的企图就越强烈 就是你越跟她有距离感 她越心里就越 就是你懂心里的话 这个男的她心里越想占有你 所以确姐必须得跟她缓和一下 她一进来 早上一过来 她有些是跟马莉莉亚 她一起进来的 马莉莉亚是把她当成一个小 小就是小同乡了 因为她俩都来自德国的同一个城市 就克隆城市 如果她俩一起 她对确姐的这种不满 因为不满所生起的战友欲 她就会越来越强烈 确姐就只能拉她一下 然后就故意问她 我说你来自哪个城市 我说漂亮小伙 故意调侃她 我说漂亮小伙子 我说来自哪个城市 她说她来自克隆 然后确姐就看着这个马莉莉亚说 哎 我说她也来自克隆 就因为确姐其实就想什么呢 挑逗她俩 让她俩 就是有一段露水情缘 你们俩都是老乡是吧 你们俩啪啪就行了 你不要再对我有企图了 这马莉莉亚就就就就就就 其实马莉莉亚心里 她内心是喜欢漂亮小伙子 但她理智告诉她 跟漂亮小伙子是没有结果的 她又想要 她不知道她现在想要什么 其实以她的年龄说 你就让漂亮小伙子一颗精子 你生个孩子 给自己生个孩子就行了 你也不要让漂亮这么一个 没有支付能力的漂亮小伙子 给你父子孩子付什么生活费了 至少你得到一颗漂亮健康 没多少性病 因为她还年轻 她还没有多少的性伴侣 她身上的病毒和病菌还很少 她的HPV病毒还很少 你判断好了 掌握她没有 不会给你大概性病的时候 你跟她啪啪啪 来一个孩子就行了 你也44岁 缺姐还问她了 因为在车上遇到她了 结果第二天 然后缺姐呢 就是还想拉拢她一下 就拉拢克里斯蒂安 就故意就跟她找个话题 因为她故意的这个科技店 在前一天在课堂问老师 你是不是懂德语啊 用德语的语法来对照 西语的语法 缺姐就找了一个借口 说我说咱们老师是懂德语的 然后呢又觉得那隔得太远 就是她跟缺姐坐对面嘛 然后班上还有其他同学 我这么跟你喊话 别的人都听着 我们说德语 别人听不懂 你对别人来说是一种威胁 你知道吗 所以说缺姐就坐到她身边 发现她 克里斯蒂安 她一下子她脑子又上头了 缺姐一坐到她身边 她又要跟自己的情欲搏斗了 她又沉迷 你看她沉溺 她沉溺 她对这个亚洲女人的性幻想里 她必须得压住 她对亚洲女人的性幻想 她也得压制 她又知道缺姐其实是 不能接受她 缺姐看到她心里的活动 缺姐笑了 心里笑了 没有挑逗她 就是只是觉得她 这种抗拒行为 你越抗拒 说明你的欲望越强烈 她就还要用西语 来一次给重复缺姐的话 缺姐跟她用德语小声说 她用西语大声的重复 重复下说给别人听 我跟她没有私情 我跟她没有暧昧 她在抗拒 缺姐 她又忍不住 抗拒不了说 跟亚洲女人做得这么近 这个中国女人做得这么近 我心心念念的性幻想对象 坐在我身边 哎呦 我又性冲动了 她又在压制她的这种性欲 缺姐看她这种心理活动 确姐是有点好笑的 忍不住笑了一下 可能笑了一下 或者是忍不住 得意眼神闪了一下 瓦琳莉亚看着 眼神就充满了这种不解和困惑 你说你这么一个已婚大妈 你为什么还勾引小男孩呢 你看她对 你看这个瓦琳莉亚对缺姐 对缺姐的这种批判呢 缺姐看得出 她在批判缺姐 而且同时她还有嫉妒 因为她妒忌缺姐长得年轻 但是她又羡慕缺姐长得年轻 而且她还羡慕缺姐对男人 对这种白皮男人是有致命的性诱惑的 她很羡慕她也想拥有 但是呢 她又没办法拥有 因为你受基因的这种限制 受你人种的限制 这没办法挽救 你做医美也好 做什么也好 都没办法 你看我渐渐升 我又能回春 你渐不渐身都没什么用 因为这是你的基因决定的 所以呢 这瓦琳莉亚 你看她的表情 又说出卖了她内心里的一切 然后背后身后的这个 土耳其的这个 也说德语的这个 萨伊姆 她也妒忌 其实她对缺姐是有欣赏的 她知道缺姐不像她开始的设置 因为她也是很傲慢的一个人 她也看得出缺姐的傲慢 和缺姐的心机 我们俩都是很有心机 很傲慢的人 又有几分自恋 但是呢 缺姐呢 比她呢更老辣一点 萨伊姆呢 是知道 她是得 她是配不上缺姐的 她是很理智 很成熟的一个老男人 她知道她得不到缺姐 骗不到缺姐 只会把她扒皮扒得更光 缺姐第一眼 就不认出 你不是德国人 你的鼻子出卖了 尽管你长得蓝眼 就带你的鼻子 你的单眼皮出卖了 你不是德国人 反正她的五官轮廓 决定了 她不是德国人 但是缺姐没有点她 没有就是挑明了说 她不是德国人 从她长相般的 而是挑了一个借口 说你的姓氏不是 你的名字不是德国人姓氏 她很惊讶 跟她判断 跟她印象中的 中国人没什么文盲啊 没受过教育啊 对白人没有认知啊 她第一眼 她就已经在 一点点的 她觉得你是有脑子的人 然后第二次呢 缺姐就看着她身上 有一种特别的 强烈的孤独感 失败感 屌丝感 确姐就问她 我说你是失业了呢 还是 这个 拿着这个救济精过来的呢 她马上她就演示 她就演戏 说她自己 是什么 独立自营 这种什么 这个马农 然后还跟缺姐 炫耀什么 Diplom 她的学历 还问 你知道这个学历吗 她妈我从德国来 我能不知道这个学历 经过 我在德国没上过学 是吧 没上过大学 没上过正规于大学 至少我在德国生活中 你让我都懂 缺姐就对她很不屑 然后几个缺姐跟瓦尼萨 这么一对峙 终于搞定了 跟瓦尼营一对峙 她妈你又失业 你又离婚 你这装什么装 她还想跟缺姐 学着这个 克里斯蒂安 勾引缺姐的样子 她以为缺姐跟她聊天 是对她有意思 她认为缺姐 看不上小男生 肯定能看上 她这个老男人 她也来勾引一下缺姐 找个什么 信念好的这个 中文来说给缺姐听 偶尔蹦出几个中文 来调戏一下 调个情 缺姐就觉得好笑 她马上发现缺姐对她完全没有意思 这个男人他是理智的 但是这个小男生 他是什么呢 他不知道你多大 不知道你的心智成熟到什么程度 他还觉得可以控制你 他还觉得可以用魅力征服你 但是他对自己的魅力又不自信 因为你一直是拒绝他 一直很强横 然后缺姐上课就发现 这个Kristian 他眼睛一直在瞟着缺姐 他一进门 他也看着缺姐 他不看别人 他只看缺姐 缺姐上课 他只听缺姐一个人在讲 在回答问题 那缺姐只能把这种过多的关注 化为自己学习的动力 我必须得好 毕竟有个人关注你 有个人喜欢你 为什么不能把这种喜欢 变成健康的 正当的这种力量 来督促自己呢 而不要沉溺于你的 不健康的病态的 不正当的幻想里呢 缺姐也必须从自己 人性里的这种动物本能 比如我也有心欲 我也喜欢漂亮小的小伙子 我也对漂亮小伙子 有心怀 但是我不能 我是已婚女人 他不断地关注缺姐 也让缺姐会有一种假设 但是假设只能是假设 我在现实生活 我在面对面的生活中 我必须得理智 得克制自己 我必须得自律 对吧 不能说 因为我变年轻了 我的老公变老了 我不想和他做爱了 我只想和年轻小伙子做爱了 你想想行 你脑子性幻想可以 但是你不要做出任何 不应该做的言谈举止 这是缺姐对自己的自律 这小伙子呢 他还在 每天下课 这几天下课 他在等着缺姐 缺姐知道 他一下课 他就瞟着缺姐 他要跟缺姐一块走 我不知道 到时候我要和你真的一块走 要多聊 私下聊的话 我会对我 我会对我们之间的关系走向 会变成什么样 所以说缺姐 就是要阻止和他下课以后 再走到一起 他跟其他的人是走到一起过 聊过 私聊过 他唯独没有跟缺姐私聊过 缺姐拒绝他 因为你对我有性幻想 我怎么能跟你私下里过度的交流呢 所以说缺姐连手机都把它屏蔽 都把它 就屏蔽了就行了 你不要手机的私信里 是吧 你看在班群里 你找到我的这个手机号码 然后你再给我发几个信息 那我不知道怎么回你 你对我表达你的这种 旺盛的情欲 或者说 你想跟我表示友好 我不知道怎么去对待你 我只能屏蔽你 从事我得克制我自己 我得要约束我自己 我作为一个已婚妇女 这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自律 人必须得自律 人都有自己动物不能 谁都喜欢漂亮的事物 谁都喜欢 但是不行啊 就是你看你看 缺姐认为呢 就是从小到大 就是有很多的男人来勾引缺姐 这是缺姐说实话 好色之徒长得又行的 但是缺姐一直是没有做好这个功课 就是别人勾引缺姐 缺姐会春心大一下 被人挑戏了 春心大一下 这就说明你没有做好这个功课 你看 上天又给缺姐出这道题了 就是有漂亮男的来勾引缺姐 缺姐真的会春心荡漾一下 然后你就被人耍了 人家并不想和你认真 人只是看你长得有几分姿色 勾引你这个内心匮乏的 这么一个年轻可怜漂亮的女孩 先获得你的精神能量 心理能量 然后滋养她自己 然后并不会跟你有任何后续 所有的缺姐长这么大 发现所有漂亮的小伙子 都没有对缺姐有认真的念头 因为缺姐没有资源 没有娘家身后的东西支撑 也没有内心的力量 所以真正漂亮的小伙子 只会勾引缺姐 玩弄一下心理游戏 没有一个人会对缺姐认真 所以说缺姐就对漂亮的 男的就是属于很抗拒 很抗拒 我宁愿找一个长相一般 有点自卑的这么一个老公 我都不要找这种漂亮的 因为我觉得我hold不住 我内心里没力量 你看缺姐一直没做好这个功课 你看现在老天又给缺姐出了一道题 他妈就是你看这缺姐想说什么呢 只要你这道题你没解开 老天就一直和闺女出同样的题 这是豆瓣红人呢 如果这个学哲学的人 他一直会给你出同样的题 直到解开为止 你解不开他就不断的出这道题 所以是缺姐必须把这道题得解开 让克斯店明白我和你就是课堂上的同学关系 然后我们做很好的 就是我说因为我们都说德语 我们可以做比较不错的朋友 互相帮助一下的朋友 但是我们的关系 我们内心里必须得干净 就是哪怕我长得年轻 你也不要对我有性幻想 你看缺姐当过了大学老师 那些学生都是成年的男学生 没有一个男学生对缺姐有性幻想 真的没有 缺姐表现的就是一个男老 女老师对学生的这种心态 可是到了这里 你是没办法拿出老师的姿态的 你跟别人是平等的 同时呢你跟别人不是一个种族的 男学生他知道你跟他是一个种族 他不会对你有这种 这种过多的这种好奇猎奇心灵 你和他同文同种 他跟你猎起个屁啊对吧 只有不同文不同种 又不是德国男人 德国男人你看他对你有个屁性的缘 所以说确姐只看 就是我一看是德国来的 我看你是不是就是纯种的德国人 纯种德国男的是绝对不会对你有想法的 基本上不会 他只会讨厌你排除你 确姐太久了 就是跟德国男人打交道 他对你只有敌意和排除 他怎么会对你有幸运呢 所以说确姐没有经历过 就是没做过这道题 确姐必须得做好这道题 这是确姐对自己的要求 你看你只要是你 你没有干掉你的过去 你就会被你的过去所干掉 你看确姐的老公不这样吗 直到现在他还被他的过去干掉呢 一出门他就没头苍蝇 他就做蠢事 就是一个蠢货 然后这个利亚姆你看不是吗 直到现在他都被他的过去所控制 直到现在他都解不开 说你为什么会表达障碍 你怎么有这样的诚意 他不敢接触他的过去 不敢接触他 直到现在他都没做好这道题 我确确看了 你看瓦利利亚不是吗 瓦利利亚 但是你说你多大岁数 你现在要换个思路了 是吧 你别再想了过去的风骚漂亮 你小荡妇 什么可以勾引勾引 有钱老男人 玩一玩你又不娶你 对吧 跟你睡一睡 这种的时候 你也顶多有个逼爽 有一点点钱爽 可你到这个年龄 你孤独 你寂寞的时候 真正可行的方法 就是你给自己生个孩子 要不你就去金子库去买金子 要不你就有一段 露水情缘 有钱老男人的 要不你就给有钱老男人生个孩子 要不你就给 就是漂亮小伙子生一个 跟他生一个 但是给自己生 你不要再跟老男人 有什么瓜葛了 男人你说 你在男人堆里 打了这么多年交道 睡了那么多 难道男人什么品性 你不了解吗 男人都是薄情寡义的 都是非常功利的 非常现实的 男人也很虚伪 很假 很会装的 他没搞的 他也不知道 他在男人眼里 是个什么样的位置 男人是怎么想他的 他也不知道 你说薛姐能点他吗 因为自己比他大 点他我没有 我只是说 你说什么信息 我只能跟你说 原来你说的信息 这个意思 我只能给你做个表层的总结 更多的我不会给你 什么钱 你得给你自己去 薛姐终于明白了 千万不要耗人 作为朋友 不要耗为人士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自己的因果 让他们自己去承受 你不要因为你的好心 你的热心 去给别人指点 什么指点都不要用 所有的指点 在别人眼里看来 你都是在嘲笑和讥讽 和控制别人 这个你看 雷尔姆缺姐本来想跟她做朋友 发现做不了 因为她给缺姐的反馈来的东西 都是让缺姐不舒服的 她意识不到 后来就是有很多点心 是让缺姐不舒服的 她还自以为她可以控制缺姐 还认为缺姐什么 任何一点事 不道的 他妈我轮不着你来评价我 我道德不道德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尺度 我不侵犯别人 我不害别人 我不去骚扰别人 这种小小的这种 什么所谓的路上 对路人的这种言语的骚扰 她认为这缺姐是极大的不道德 别人的不道德 她看不到 她只看到缺姐的不道德 她妈我跟你做个屁朋友 老娘要把你踹开 这是缺姐的 唯一的问题 就是缺姐还有缘脑 必须的破除 缺姐就做了这么多期视频 你看缺姐其实 从小到大 没有什么血缘脑 血缘脑很早就破了 性缘脑也没有 因为顶多只有漂亮的 就是好色之徒 长得帅的好色之徒 来调剧 来骚扰 来招着缺姐 但是缺姐从来没有沉迷 任何一个男人 对男人没有沉迷过 你说这有缘脑 这是缺姐唯一没破的 所以说这道题 我必须得解开 我看到别人 我必须得解开 我必须得解开 你喜欢过了